最佳專輯製作人講 陳君豪Flow 今天非常開心 能夠見到我這個 已經心仪已久的網友 我們都在網路上面溝通見面 但今天呢 我們的見面是他的大好日子啊 歡迎我們本屆金曲獎 最佳專輯製作人 陳君豪老師 謝謝大倫好 大家好 我的專輯裡面 這個之前淑吉吉水專輯裡面 好多歌是你編的 其實只有一首 但我要講好多 下一張就好多 你今天不得了了 已經拿到了最佳專輯製作人獎了 這是你第一作 對第一作 現在感覺怎麼樣 感覺 剛才有點 有點還沒 因為還沒醒過來 剛才有點錯愕 可是現在比較有感覺 因為剛才整天忙很累 因為我還要做典禮一些演出 所以一直在成音室 然後一直在很專注在整個演出 然後所以突然得獎 然後又要頒獎 所以就有點還沒醒過來 那現在有點感覺 對在Flow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跟很多音樂人接軌 然後要互相的futuring 然後你身為總製作人 其實不太容易 要把所有人的那個 音壓啦 大音一樣都拉在同一個地方 對 不只這個後製的問題 包含每個歌手 每個樂團 對 然後歌手要怎麼去保留 他們之間化學變化 然後保留 然後乃文特色 樂團的特色 這個之間真的是 喔 對就 很不容易 我就是應該要得啊 我這麼累 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其實還不見得每一首歌 都在同一個錄音室錄對不對 對啊 然後 然後不同的樂團 你也知道那個樂團 都很有自己的歌 對啊 前後期都不一樣 對啊 要溝通幹嘛 那真的是 你在裡面製作這麼多人 你覺得哪一首歌 是讓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可是如果真的要說 最深刻當然是佛跳牆 可是當然不是深刻 因為那是自己的團 對自己的團 然後像那首歌我有寫 所以就是 以前小時候 不是 不要說小時候 以前 以前年輕的時候 也是楊乃文的歌迷 然後之前已經跟他製作過 然後突然現在又可以 寫一首歌給他 然後又可以跟他feature 就自己的樂團跟他feature 我覺得欸 好像有一種 那個搖滾巨星 就是 哦呦 就是 邁向搖滾巨星 就是在你的作品裡面的感覺 就是dreams come true這樣 我知道啦 就是一種成就解鎖嘛 對對對 就解鎖 就覺得哇 真的很開心 而且他唱得很好 好啦 我覺得你真的是 實至名歸啦 謝謝 你怕都沒吃飯 等一下去吃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後台之機 就是一個很 開放open的buffet 真的喔 我想拿一個可頌 我最愛吃可頌 等一下你要 怎麼送都讓你可頌 可以送 好不好 讓我們恭喜呢 我們的君豪老師 謝謝大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